天爱的钱投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一半大赢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民 我们来看目前排股是刚好在盘上盘下震荡 那么今天开了一个一高压力盘 一高压力盘盘中拉台阶 可以假象买盘再回盘 这个盘是因为昨天涨多了 而且今天要供的话一定要有量 但是现在目前的量 是一估只有3740亿而已 也就是说今天的整个盘整格级里面 当冲的就减少很多了 因为这个凤桂三雄不好冲 都跑到电池谷去冲了 那么这种是要挑战夜线 夜线是17647 可是今天最高点到17533就无工而换了 这个表示什么 在推升的过程里面 主流不是很明确 你要主流明确 你这个盘才供得上去啊 主流不明确 主流当然是电子加上货柜栓 它用力不够嘛 那么挑战夜线是迟早的事 为什么我讲说迟早的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夜线的部分 我们这个是为什么迟早的事呢 因为这一根夜线是向下 它现在走平了 那这边这个是五路线 然后这个是季线 也就是说这个行情就在这个中间 返步期间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这里的大压就在这边 17638 因为17638是向下的嘛 所以它这个每天要扣底 比如说昨天是 差不多一天扣底9点 那这个慢慢下来下来 那这个只要有一天啊 剂量长空马上就突破 因为你站上夜线 你要站稳才可以啊 那贵买这边会比较强 贵买它的现型非常的好 没有破坏掉 我们来看贵买的话是 它现型比较强 你看它没有破坏掉 对不对 没有破坏掉它要上去 它已经要上夜线了 老早就要上夜线了 所以贵买就代表什么 中小雄谷比较强 那这里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货贵三雄是怎么样 货贵三雄目前来讲还好 最主要还是今天 还是靠阳明 靠阳明的补涨 为什么阳明会补涨呢 因为阳明跟长龙是很接近的 一个体质很接近嘛 所以你有很多人就说 我买长龙就好 我不要买阳明了 但因为他们两个价格 昨天差得很大 那今天当然要补涨回来 这个是很公平的 那么今天很多的 也可以说是 什么货印指数创新高啊 企业可以攀高啊 塞港缺船恐延到明年 这个基本面都没有问题 富贵三雄的基本面 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嘛 有问题是人为的因素啊 像拜登根本就 我在节目中就跟大家讲过 他没有办法去查了 这人家国外的东西他怎么查啊 他可以搞国内哪里 查到别人的国家去呢 别人的干涉别人的内政 不信你去查中国 你把人家查查看 谁撩你啊 所以这个观念问题大家要知道 那么企业营收可以创新高 那么全球啊 赌塞硬然短缺 情况继续恶化 至少会到2022年的2月 那么2月以后 还有到明年的5月啊 还有一个码头工人的谈判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的看法是很难解决的 那你看拜登已经澄清了嘛 他出来澄清了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了 那没有这回事 当然要还给人家公道啊 你看他9月1号 还要再收综合会 因为我船进去塞港嘛 我不能进去 我当然收你的这个会用嘛 这个合理的嘛 那你怎么查啊 对不对 你现在基本面没有问题 问题在技术面 在筹码面的问题嘛 那技术面跟筹码面 就要靠时间来解决 来解决这个筹码面的问题 不是说短期一处可及啊 那最好的方法今天很好 今天不涨我 我认为反而好 慢慢的不涨反而好 把一些筹码洗掉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海出口吉祥 指数是4196 是最高的 从来没有拉回的 指数再拉回 马世纪昨天也大涨啊 这个也没有拉回啊 拉回一下马上又上去 这个上海出口结算的 出口结装箱 另外的欧美线啊 跟这个美西线都是大涨啊 都是呈现大涨的情况啊 所以啊 这个怎么讲 根本基本面不是问题的问题 然后大家就是 遥远满天灰啊 因为最主要是什么 涨多了嘛 东西涨多的话 人家获利了结的 慢压就自然出现嘛 现在这个要看 150是前几天这个 刚好压在这个线嘛 那要缓弹上去啊 要见压挥压 见称挥迁 这是修正 静为神 6月5我跟你讲啊 企业混的业绩 是好得不得了 因为他们涨价嘛 那一定是好得不得了嘛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跟我会员就这样讲 就 昨天啊 昨天不是洗盘嘛 长龙本周为下跌第五周 会在这里足底在宫 先不理会震荡洗盘 震荡洗盘真的会怕 真的会怕 这时候我就赶快 给他们解释嘛 对不对 你解释那你就很简单嘛 最好的方法就是先释嘛 来新费 新费员买进嘛 新费员为只有长龙者买进嘛 旧费员资金较多的就加码嘛 这个很清楚嘛 你资金较多的就加码嘛 资金较少的你就 就我们不要加码嘛 你没长龙的人你上车嘛 就这样子啊 设很清楚三种可能嘛 我都把它想到了 所以就像我以前卖长龙一样啊 我说上面啊要卖 因为我认为它会被关紧闭嘛 所以先卖 有的人喔 像我有会员里面 老师结果嘛 你说我不卖啊 我不卖啊 我看好啊 我不卖啊 就有人不卖啊 你怎么办 然后隔天跌下来 老师啊 救命啊 我没有卖 这就是看得太好 为什么会看好 就是因为研究报告 所有市场上的感染道说 真的大家都认为那么好 所以大家都看好的原因在这里 那当中的又来了 当中的又来了 所以这个行情在走到这边啊 涨跌倒 我倒认为说你不要看那么重 因为这里是主体的过程啊 很容易一涨 人家就想卖 解套的卖压就会出现 一跌人家也会想买 这个就是股票的一个特色 现在最近它就在这个盘整 那万海的话 万海这里比较不会 万海也相当不错的股票啦 但是它这边比较不容易大涨 比较不容易大涨的原因是 因为它价位比较高嘛 所以它遇到了一个 一定的价位就遇到了一个压力嘛 当中的也多 像长龙也一样 当中的也很多啊 所以现在的投资朋友 像万海的想法就是 它会跌很深 你跌很深抢它就有钱可以赚 不是跌很深 像你这几天你去抢万海 没钱啊 除非昨天跌很深你去买 才有钱赚 但是这个赚得很辛苦啦 非常的辛苦 我们做股票轻轻松转 平常心就好 股票这个东西啊 就是平常心就好 不要把它看作说 他挥怎么样不可 挥怎么样 其实做股票 穩扎穩打就好 那这个行情走到这边 我想很多人也迷惘 到底是要涨要跌 其实你假如说做常的人 把他当做平常心看待的话 根本不要在乎他怎么样 我们很可以看到 这个有最强的研究团队 找出最好的股票 技术面事实的切入 对不对 从马面慢慢的稳定 消息面来印证 这样可以做到面面即到 滴水不漏 只要他三立三身 上半年的财报 大家都差不多知道 好 七月份可能会更好 因为我看七月份长龙 我看 我刚才上 昨天我有讲 他上个月做377亿 这个月我看 这个上上个月 做377亿 这是创历史新高 七年才做156亿 我看这个数字的话 今年第七月份搞不好搞到400亿 会搞到400亿 所以像这种股票 你就不要在乎短线 你就要有一种长线的心理 很多人跟我说老师你长线是多久 他跟我讲老师这个可以报5年10年长线 你股票能报5年10年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股票我看很多投资朋友 算物 能够报3天我就叫他哥哥了 去5泡去10泡去一生就要落跑 真的我不会骗你啊 还报5年10年 那不是你报的吧 对不对 你要认为他的趋势向上 好好的干个两三个月 对不对 你希望我阳明从4月23号搞到7月 这个5号 两个多半月而已 赚一倍多 算56块到220 所以这个你讲这个都是 还有这酸民啊 老师今天穿运动服啦 没有穿西装 说我西装拿去当了 我西装几个十四啦 七八四啦 我买的都是买比较便宜一点 那个有的当初这个化国进口的 那个便宜的我才去打折才去买的 我回去当什么 对不对 说老实话这个酸民酸很多啦 但是没有关系 我不怕人家酸 为什么 你要酸我就想酸 老师你看不准 那我没话讲 你酸我穿这个衣服也不行 我今天穿西装也不行 穿这个也不行 你这个户子其余啊 你说他怎么都不对 这个酸民我认为说没有必要 你应该是用正面的看股票 我一直认为说你要做一个快乐的投资人 那么父亲节感恩大议会 剩下没有几天啊 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就跟着我来 那没有没关系 加入我们LINEA小老鼠墨5168 ID小老鼠墨5168 欢迎大家一起来 我每天会把重要的资料 迫在上面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这种行情走到这边 电子股就是高卖低阶 行营股到这边也差不多是底部了 也卖 找卖要找卖 现在卖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了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 6168 022351 6168 摩尔坚持用心旋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 6168 022351 6168 在这种盘整盘啊 不要去追高 你要逢低来布局 像我会贵三雄以外 我像我这个高牌乌球 我这个大田 拉回找买点 我就跟你讲拉回找买点 对不对 你拉回就敢不为嘛 买了以后他就有机会 因为他整理这么久 安全性很高 安全性很高 拉回就买 对不对 是不是安全性很高 这个8924 这个安全性就很高啊 对不对 你看应该供到180了 怎么没有股票可以买 我昨天也有点过 你们假如有看我节目 我说这就应该买了 EPS高价20块了 EPS20块现在170几块 人160几块了 这个有什么不能买 对不对 你买电子股不错 但是这不太漂亮 有漂亮吗 这个就上来了嘛 电子股你就要买威峰跟翔硕 这个红字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好股票 我也没跟你讲 因为翔硕啊 这这么多的啦 这一两个要2000块了 这个威峰是王写红的 这个王写红最近 企图心越来越强 我看王写红越来越强 这盘整载工 这个就清楚告诉你 这判不下了嘛 这就是盘整载工 6756 来 再重登了500 没较到500 冲过去又回来 这个就是表示筹码 比较乱一点 因为外资有的在卖 投信有的在卖 那它是不是也是上来了嘛 对不对 拉到刚好505块嘛 505块一突破 就会再突破这个嘛 这个是长线的 我就跟你讲 这个长线的 你要做短线 这一档股票你没有办法做 这一档威峰 它企业温的业绩也非常的好 拉回找买点嘛 我一直跟你讲 拉回要找买点 你看你买点找到了405块 是不是这个钱又接近了 到505是100块啦 这档股票是 它是一个慢慢涨慢慢涨的 不是那种急涨的那一种 不是急涨 你看它那一天 特殊到405 隔天马上上停板了 729块 想说我就跟你讲 这个很贵啦 这个我不会 191785 我不会买的 因为我可能每天讲 这个总统会赢的嘛 这个是5629 那你今天又涨停板嘛 对不对 你要耐得到正 它这样上去又拉回来 上去又拉回来 你要买 上去就上去了嘛 对不对 1785 这个也算起来挡奔了 挡奔了 涨停板 涨停板你不要去追 它会下来给你买 下来给你买 像很多股票是你下回来买 不要去追它 你追它 好像这种股票就是旺系 6223 它也是很强 左两天都很强 对不对 联系两天强 那今天拉回 拉回量说 表示什么 阻力没有跑 阻力没有跑你就拉回来买 像这种股票是 这个闲壁式探承卡 因为它那个经测 很多这个订单跑到它那边去了 这个就是你买股票的方法 要把它掌握住 那3545今天就比较 笨底点没有办法涨 这个你就不要去追高 你不要去追很高 下来它在这边盘整完以后 还是会再上去的 这是电子股比较买比较好的 你叫我传传股我货柜山雄买的 就是大田 大田 对不对 那不错啊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一定要从本益比去着手 像这种股票就是 你要懂得下来买 下来不要中押 分批买 刚才我所讲的 你要分批买 有的股票要先出 像这个是不错 3264 马上 它最主要是马上要出息 它马上要8月10号要出息了嘛 所以上去你就要 我昨天也有讲要上去要先卖嘛 对不对 要出息8月10号 另外一档也是快要出息的6509 也是遇到这种问题 因为它要出息嘛 所以拉不动嘛 像现在也拉到56块2毛啊 你说这个 你买55块你算 那么不胜了 你买股票你假如说4毛钱 5毛钱你就说老师说你赔5毛钱 你做什么股票 我就跟你讲啊 我跟我会员讲啊 参加除息 参加除息 为什么 你要知道 这一档股票我从46块开始做到 69块 我这里没有卖 隔天才卖 46块69块了 赚百分钟50啦 探50%啦 我切切实实的他赚50%呢 才几天 还不到一个月 那你当然要修正啦 修正我就第一阶第一阶啊 参加除息啊 我从我刚收到1块了 8月5号啊 5号因为他就补涨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他这边很多人不参加 因为守得税 这个二代健保的关系 很多人也不参加 除钱除息的关系嘛 那你在现在来买股票的话 你要采取比较手势 像莲花科 这个也没有什么大涨过啊 你都在这里困耶 244 他这个也不会赔到 让你赔到啊 对不对 他今天开高你不要去抢嘛 拿回再讲 对不对 他在洗盘嘛 这个很清楚嘛 他是供给开始要做供给 你要低买才可以啊 因为这个也超过1000块 都是属于比较贵的东西 那你相对一样 联电 我们来说联电好了 2303 联电这种股票 你昨天拉下来你就要买 你了解意思吗 他涨 你拉回来你来买 现在数就上去了 昨天外资卖了4万多张 你管他去卖 外资 我跟你说 外资在我心目中是什么 我常常讲外资的特色 外资在期货上 他确实是高人一等 因为期货是他们发明的 他确实是高人 你看他昨天卖了4万多张 你看他年纪买2天 你看买十几万张 16万张 26万张 才昨天来卖4万多张而已 他这个怎么会跌呢 他 这种股票告诉你这个会过啦 知道吗 所以你要懂得去买 这就是联电啊 你要懂得去买啊 买等它在它涨 对不对 你说这个大型股又怎么样 王硕民专门做大型股 长龙不是大型股吗 联电是不是大型股 在对的时间买对的股票 这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你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去抢那个高高在上的股票 你的风险有没有比较高 当然很高啊 所以山顶上玩有谁能赢嘛 那藤隆这些底部进场不赢也来嘛 只是底部的点在哪边 Point非常的重要 这个点很重要 就是你的timing非常的重要 如此而已嘛 多一个多厚 还慢慢的 做股票 但是我们要有队 有本慢慢的来 你不要天天想藏领班 站起来笑你 做股票 每天就像藏领班那样的 一旦钱我都学书 我不能看过 跟我们特色的同样嘛 你们在学校读书 都要见第一名嘛 第一名有什么用 你第一名到外面 你会赢人家吗 不会赢人家 你要把自己的实力做好 把自己的基础工作做好 你不是第一名到外面是第一名 我跟你说 我不会骗你啊 我读书的方法也是如此 我几十年前在考试的时候 这一张给你们看一看来 这中士 十九十九的了 高等考试及格 民国六十四年 我那时候还很年轻 学校毕业不久 我这个学校也不是第一名 我不是第一名 我从来不跟他们 真的名次了 像现在头顾一样 你们第一名是你家的事 我要让会员赚钱才要起来 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责任 我们带的责任越多 负担越大 我是感觉你要让会员赚钱比较重要 不是你赚钱重要 这才是重点 好像读书一样 你学校第一名又怎么样 你要考得上高考才有用啊 我们英国六十几年考上高考 那等于考证言 我不会骗你啊 那很难耶 考九科全部学问到底呢 像我会计学都考九十分 经济学也考九十分 财政学也考九十几分 八十八分 这个都是方法 但是考试是有方法的 股票也方法 四面双号 买三立三升的股票 父亲姐感恩 欢迎大家一起来 亿万家族 欢迎你参加 LINEA小老鼠墨5168 我每天真实的呈现 我所讲的股票结不作假 我跟你们别的老师不一样 你们是说一套做一套 每天在拔下来看 今天的强势股又涨天板 我不来这一套了 我这一步一脚印 卡大失堆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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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别老师最大的特点 我股票不超过五支 保证代进代出有停损 今天的投资朋友 想赚钱的有企图心的 跟着我来 父亲节感恩大优待 我们祝大家 今天操作顺利赚大钱 明天同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